手推拖 手推拖 Yeah, so good 高雄,真的高雄 啊 各位朋友们,买新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要先改装什么东西,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新设计录器了 那今年的70mine推出了一个最新的A510 它里面搭载着一个Sony IMX675的传感器 它可以录制呢 1944p的高清录制还有HDR哦 所以它支持双前后的录制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Night Out Vision 在晚上的时候录制是非常轻的 我相信呢 买Dashcam呢 很多在下午的时候录到是OK的 是不是 可是晚上能不能录制到清楚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买的A510呢 它这个价钱呢是非常的平民的 它可以录制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车牌 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最主要就是还有一个backup file 还有是车牌的号码都录制到呢 这个就是保护你的人身的安全了的 今年的A510呢 也全面升级了一个4G connectivity 如果你今天安装了这个 hardware key下去之后 你还可以为这辆车插一个SIM卡进去 你的车呢就可以随时online着了 在远程控制你这辆车 看看一下你的车有谁碰到你的车啊 或者是你万一你有忘记了 你的车park在哪一个basement 你至少可以通过这个A510呢的镜头看到 哦原来我在这根柱子 我就可以去找回我车在那里吧 是不是很方便呢 A510呢还搭载这一个ADAS的一个系统 那如果今天前面车启动了之后 你还没有动的话 它会提醒你Lane Departure Warning Front Collegiate Warning 它都会跟你说 所以还等什么 各位赶快点击我下面链接 买给你的亲戚朋友 买给你爸爸妈妈的车 妹妹啊哥哥啊 全部把它放在车里面就对了 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从行车记录开始 70迈A510 哈啰大家好 又是ADAS的爱的人 不是一个小小兵只是不要意料 欢迎回到来 POV更定的试驾系列了 有看我上个影片吗 试驾这辆原状的Honda Saving Type R FD2 来到云顶山脚 这个影片把它开上云顶了 那这辆车呢 是其实是要卖的啦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 觉得这辆车健康啊漂亮的话呢 不妨去联络Casey 他的这个IG 这辆车的condition是真的是很不错的 买JDM最怕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泡水 第二个就是大撞过 这辆车可以100% confirm 没有去大撞没有去撞树啊 那这样车呢也没有改太多东西 就一个Tian Flex Z的一个adjustable 17寸的C28N的一个rim download the Dereza Z3的轮胎 JS微信的Intel 然后JS微信的Muffler Hondata Flash Pro啊 轮上的马力大概215匹马力 还有210个Nm左右 就这样子原装上山去享受一下VTEC 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个赞这个影片 我相信在我这个频道里面 很多人喜欢看VTEC的 之前我驾过一个半山样子吧 那个view也蛮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点个赞好吧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 也记得按下订阅啦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影片 Let's go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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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标Type R 这辆车有两个卖点 第一个就是它是最后一个日产的Type R 日本生产的Type R 第二个就是 它是最后一个自然吸气的Type R 诶,我这样子就听到外面的引擎声了 哇,那个没有开窗的听不出这样凶的声音哦 FD2R 期待已久哦 真的,享受一下VTEC的高转自喜吧 OK Ratio真的见到很美哦 喜欢哦 哇,那个LSC LSC行吗? LSC在做怪啊? 一直进来 哇,我一开车就听到那个开门的声音了 有点难驾 我的难驾是因为它马力蛮大一下 那车 快 它很快 它很快 真的是High High啊,真的是High 还没巴车 它很快 它很快 它来了 你还没管 越来 你非要 不要 它 驾驶 很少吹头哦 这汽车 这样汽车真的是快啊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215p 是够用的 前面的Camper开3.5p 后面开了 多半 来 很悍 明显感觉到FD2车身硬很多 以及普通的FD Eatless CCRG Brakeback FD2车身硬很辣 地上有水 新鲍座也下雨 早停哦? 早停,要不然就假辣 真的是很高的这辆车 非常弱 如果你比起现在的FK8啊 FL5啊 我可以跟你讲上筛咯 就是 它就是很稳败咯 它就少了这种 一直在跳 一直在跟你对抗 然后你需要 用一点一把劲来操控这辆车 FK8那些是 好像很多东西要帮你做工匠啊 这样车没有 FD21还是一个 Hydraulic steering wheel 所以它很有费务啊 它在这个山路而且偏重它的感觉很稳重啊 最重要它还有高转速的四人银 所以你改Exhaust A一定的倒停 Let's go 很喜欢那个声音很凶 很凶 还要怎么 还没有随性 非常弱 真的很弱 这样车 好 存钱买一个FD21回来咯 嘿嘿嘿 我可以跟你买吗 可以啊 你 给我供十年咯 哈哈哈哈 我给你咯 我给你咯 哎呦真的是 讲前三感情咯是不是 那就先加了 哇 真的是非常good的 我喜欢这个车 虽然EG EK U另外一个感觉 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实这辆车哦 到120样子 在山路够用了 很快哦 那已经 现在它山路不可以 驾得当快 哦 谢 这些我驾过一个 Comfort的FD 它没有LSD哦 就比较难驾一点 它就一直要推头推头 然后一直 wheel speed 所以有LSD的感觉又不同了 这样车跟EK U即驾车也是一样的 很刺激啊 对 所以让你紧张 那个心跳多快一点 如果这样FK的话 很定哦 就是定哦 就是这种 旧车的话哦 有的人都要做得很准哦 少推头 够用哦 真的够用 这个马力 所以你5000转开带也是很好啊 这样车 就到5000转刚刚好 我现在的这个转速 对 5000我太久了 5000刚刚好 现在刚刚好这边 Honda其实很多车 只要有手动挡都很 很热血 因为之前驾的City 改了手牙溜路牙 也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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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个G-R860 G-R860 G-R860 编线 在弯那边 City 有奥路射了啊 可是风行四踏板 是让你很好做 油道的车 A-A-A 一直在那邊跳舞這輛車 哈哈哈 這樣這個路也不平啊 在彎中换压是一个 比较难的事情 水温还OK哦?还OK 那个CL7这边上了哦水温 这里已经是 这辆车上山顶是没问题的 这个水温 I always see,一直kick in哦? 是哦,一直kick 只要有踩油就kick了 对 但是还会把你抓到哦,很爽哦 很爽哦? 稍退都... 之前我加那个FD conver就没有哦,就输了一点点 但是它corner一定会输哦 所以它一直推 也抓不住地啊,那个轮胎 抓不住了哦 一直在被抓 这边要靠左哦,它的路很烂 希望大家点个赞这个影片好吧 FD2它出现 希望大家会喜欢 哇,2号压过没有问题 这个Vtexen呢是让人陶醉 OK啦,那个油都下了很多壳一下 很多壳这样的车 很珍藏 喝水这样的Vtex 所以那天我们去了弟弟逛之后哦 你满缸去到葫芦 葫芦 弟弟逛再回到家,你还剩多少油? 四分一 诶,还有四分一啊? 对,还有四分一,跑了三百多km 是哦,我们应该都跑了三百多 但是我们一直开油了 没有经过了 我们回啊,在Lukas 两百多,两百多 哇 对 我1k都用完36L回到家 因为我过后有去不重洗车嘛 我还在车里面睡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回到家打的时候 哇,36L 没完了 去一个弟弟公布便宜哦 这样子大概有钱 没办法,来回三百多km回来一下 我们上云顶还没有这样远哦 上云顶,还靠近不了了 而且你上云顶可以用到四号压 在弟弟公都是23 3度压,二度压 可以多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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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geh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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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晒在那边 好嘞,我们到了山顶啦 真的是 非常爽啊,非常感谢KC这次的体验 所以你们看了这个影片,你们觉得这辆车很好 Condition美,Engine够你们用啊,喜欢的话 联络一下KC啦,去看车 这样车真的是内饰啊,那些美美的 除了这个有一点睡觉痕迹,这个肯定是有的肉 从2008年啊 到现在的车一定会有 也不是大问题,就去包就好 而且你看这个Banner的东西没有掉气就很好了 其实我很喜欢Type R的牙箱是一点 它的一号牙哦,可能你放完离合器不踩油的 状况它可能走一个6-7kmh 在塞车的时候是挺好用的,它不会一直让你想要踩Clutch,踩Clutch 所以你就慢慢过,你看啊,我现在是放完Clutch的状态 现在是下斜坡,所以这个9 所以你在想象一下你在塞车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 如果前面承拌下来就放 你就踩 Preegear 给它中 这辆车如果是大一点的BOM,就是我们3号挡过,是没问题的 直接不用踩Clutch哦 直接慢慢给它过 你看这种高车更好咯,不用踩的 现在2号挡,你看啊,我只要踩一点刹车过 就没事了 OK,那这一次呢是FD2R啦 在我这个频道第2次出现,可是不是同一辆车 之前那辆是因为临时的,我们就上云顶嘛,就临时试驾一下FD2R这样一圈 所以也没有这么review到一下 那辆车我想要review的时候的朋友已经卖掉了 它其实卖之前要给我review的 可是因为 过后 也很快那辆车主就要拿车了 没有办法安排到时间的关系 所以这次也是非常感谢了Casey了 让我们的观众可以 开一下VTEC哦 非常好驾的车,这个四门哦 有这样的操控哦,真的是很棒的 这样车有LSD 所以我们过完的时候也不需要担心推投太多 这样车真的是很少推投的 只是路不平啊,那个轮胎抓不住那个地上车 给大家是这样的嘛,我们有adjustable的车 除非你的车再软一点啊,就不会啦 也是非常一个野心,一个raw的车啦 这辆车,可以这样讲 非常有 战斗的味道,其实坐在这样车上面哦 它不会给你感觉到你想顺顺开的咧 它就是 一个人,一个上班族,下了班,把那个领带一拖 一上了这辆车就是一个 狂飞啊,狂踩啊 你只要上高转的车 它会给你这种感觉 所以是非常热血啊讲这个 驾这辆车一点都不会开慢 好嘞,谢谢Casey 谢谢 好玩,真的好玩 希望这个影片会吸引大家看 多一点分享给你朋友 VTEC 叫他们买 VTEC is the best Best 忘记给你们听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要开这门的 起床咯兄弟们 就是这种声音才 我再转啊 就是这种声音,你知道吗 现在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经典啊 BQ好像有的是 应该是wiring剪掉了 Alright FD2R终于在我家的频道又再出现了啦 喜欢玩VTEC的 或者是即将要玩VTEC的 不妨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 读他 叫他买 就对了 FD2R也没有像之前那个价钱这么凶了啦 百八千啊,两百千啊那些 总之这辆车的气还是美美的 车身也是美美的 Engine也是美美的 就对了啦 当车的handling哦 据说是比DC5来更好 DC5的屁股很不听话 FD的OK 还没有驾过Sepang啦 如果下次有驾过的话呢 是最好 可以试一下感觉的Sepang Sepang在马路又不一样的 我感觉Torge and Sepang 是 不相关的 VTEC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看我的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的POV再见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